美国护士搭乘直升机救人 不幸摔死 美国德州一名护士 本周进行搜救行动时 不慎从直升机上摔落身亡 德州特拉维斯郡空中救援小组 共有三名成员 其中包括46岁的护士Christine McLean 周一晚间10点左右 这名领友执照的护士 正在抢救一名落难女子 当女子被直升机拉上去时 这名护士却从吊绳上摔下来 已有七年空中救援资历的护士 伤众不致身亡 落难女子当时仅仅细在绳上 随后送到当地医院治疗 没有生命危险 据报导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正着手调查事故的起因